浪姐第三季已经进行到第五场公演 剩下的十几位姐姐都拼尽全力 在舞台奉献了最精彩的表演 无论最终成团的名额花落谁家 他们都赢了 经历了复杂的赛址 将近两个月时间的刻骨训练 浪姐三却一路备受质疑 选曲不好听 舞台效果没有第一季抢眼 节目组频频给姐姐们穿丑衣服等等话题成为前四公的主流 而在7月29日最新播出的武功表演中 浪姐三终于一雪前耻 每一个舞台都表现得可圈可点 而且表演层次丰富 不再是简单的唱跳 今天的舞台都变成了唱跳 唱秀 唱演的增合体 无论是姐姐们的造型还是舞蹈编排 以及整体的氛围都有全新升级的感觉 真想给今天的每个姐姐一个大大的夸夸 楼营的中国风 永远都会在现场live的舞台内里 See you Rita里的姐姐们都太美了 真的爱你 薛凯奇 谭维维 张强三个姐姐的声音都好好听 这一期让人感动的舞台的也特别多 阿娇 唐诗意 武锦岩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一开始的几句还只是普通舞台的感觉 可阿娇一开口 配上唐诗意和武锦岩的舞蹈 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 随着音乐进入副歌高潮 舞台上面开始下沙 三个姐姐依然特别投入的在表演 那一幕就像一个艺术片 不少观众的眼睛都湿润了 郑秀演杰西卡solo那一段 大屏幕上一个大大的Jessica水晶屏幕背景 郑秀演仿佛笼罩这一层涅槃重生的光芒 她通过表演尽情的释放 这对这个舞台的热爱和眷恋 观众无形中就会被她王者归来的气场打动 舞台下面粉丝们齐声高喊的杰西卡 杰西卡也将这种热烈氛围翻倍 王子玄看了杰西卡的表演也感动到掉了 而最令人爆哭的就是王心灵灵灵的踹烧大合唱 简直是直击心灵 一整个爆哭呀 姐姐们也都被这波回忆杀感动了 阿娇哭得停不下来 这一期的舞台真的是本季最好看的舞台了 不仅很精彩 还有无数的感动 回忆的感动 姐姐们一起奋斗两个月的感动 对未来气息的感动 浪解三舞功赢浪 浪解三第五次公演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也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一部分是王心灵队和郑秀岩队联合挑战谈为伟队 结果最精彩的王心灵队得分最低 这一场王心灵队开出的是阿娇 吴景岩 唐诗一共同演唱给所有记得我名字的人 如果单看阵容 三个人的确都不算强大 让人期望不大 但是他们呈现出来的舞台 可谓是十分惊艳 和其他组站在舞台中央轻松唱歌不一样 吴景岩和唐诗一在唱完自己的部分后 开始沉浸在舞蹈当中 唐诗一是专业舞者 我们不用多说 但是吴景岩只是小时候学习跳舞 这次却能做到和唐诗一搭档的非常完美 最令人意外的地方是 为了表现出每个人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他们自愿要求在沙中舞蹈 这就意味着不仅跳的时候会有干扰 还有可能影响精致的妆容 但是为了将歌曲诠释好 三个人算是各出所长 整个舞台的确令人上头又感到 这有点类似于当初张寒映 金晨 孟佳三个人带来的因为我们能感到疼痛的舞台 而且很显然台下的观众被他们带动了情绪 到歌曲高潮部分时都开启了大合唱 但是就是如此用心的一个表演 当看到拉票环节有点轻摇淡写时 就知道节目组的剧本里 他们分数不会高 果然 谭维维 薛凯奇 张强三个就没有太多表演的修饰 很自然地唱了首真的爱你 拉票环节整个气氛都是改的满满 大家哭得稀里哗啦 最后得了第一 没错 经典的歌曲是会引发更多观众的回忆 更能让人共鸣 但是浪捷的舞台 讨厌的是姐姐们的本身实力 真的不应该靠选曲取胜吧 如果能把一首平平无奇的歌唱出个人的风格和故事 这才叫真正的厉害 反正个人是觉得 阿娇 吴景言 唐氏一三人的表演 被低估了 你们觉得呢 您要听听说 您无所在说 您无所在 您所在 并不敢 您否稳